刘凯nin 什么都别说了 这是我打职业以来存的所有积蓄 除了我每个月打给你们的钱 还有我的日常开销 其他的都在这儿了 你们都拿走吧 想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去给他盖房子也好 交财礼也罢 去赌 去造 不用编那么多理由 现在这些全都是你们的 爸 妈 我真的很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但是我请你们以后别再来基地了 别再来打扰我 也别再来这里打扰我的队友 你怎么玩 你怎么干啥 老K 瑞哥 麻烦你费心帮他们盯一下回去的票 好 钱从我下跪公子里扣 你看看这花 越来越不像花了 这么讲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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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了 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有的东西不找也罢 从小到大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弟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想读书的时候说我不是那块料 要我去学学手艺跟我爸干活 我不愿意 我偏要上学 打游戏也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帮别人代打专箭 童谣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喜欢打游戏 就觉得只是个赚钱的工具 要不是后来碰到了名神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电子经济是什么 后来我热爱了 我明白了 但是我对我的父母而言 就依旧只是个赚钱的工具 其实也可以理解吧 他们那一辈人就是需要多沟通的 我爸妈也是 你不是也见过他们吗 童谣 我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你的父母很好 他们很爱你 而我 所以我现在除了电子经济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我们 童谣 对不起 之前我针对你 还有你父母来基地时 我说的那些话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记得 我早就忘了 走 走吧老K 我们回基地吧 嗯 对不起 你的 Karma 你来了 我再看了吧 你来大火 你的飓玩 我来不来 你搅拌 你来大火